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值高才华骚的不正经小说家 很高兴要跟大家见面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 上期视频咱们讲了完美世界 十大仙气的后五名 新来的小伙伴可以在视频结束后 点击主页观看 本期视频咱们继续讲另外五名 第五名天地鼎 天地鼎是叶凡的准仙地气 在小说中叶凡四人临手打穿了时空 将他送到断骨寻找荒天地 天地鼎的本体是万物母气鼎 后来和九色仙地融合 当叶凡成为准仙地后 用它斩杀了未来三地之一 并将它炼化 第四名大罗剑胎 大罗剑胎是师弟炼制出来的地剑 在小说中大罗剑胎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武器 除了石号其他人用过之后 最终都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了 没有一个能活下来 当初大罗剑胎还斩杀过石号的准仙地肉身 后来被石号当作材料炼化了 第三名 法则池 法则池是荒天地堆了大量的材料 炼制出来的准仙地器 后来在结局的时候 石号将大罗剑胎当作材料加入炼制 最后的成品更是成为了无敌仙地器 在小说中 法则池主要是用来防御和囚禁敌人 搭配上灭地剑可以发挥更强大的威力 第二名 灭地剑 灭地剑是荒天地给自己炼制的第一剑兵器 和法则池可以搭配着使用 先用法则池将敌人禁锢住 然后再用灭地剑攻击 作为荒天地的神兵 法则池和灭地剑曾经杀了多位的准仙地 就连先帝也逃脱不了 最后跟着荒天地征战上舱去了 第一名 三世同观 三世同观可以说是小说中最神秘的先棋了 在小说中 师弟还没出生的时候 它就存在了 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 当初师弟用其中的一点点脚料 就炼制出了地剑 由此可见 三世同观的材质有多特殊 除了沉迷 三世同观的功能也很强 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未来 还带着荒天地征战上舱 本期完美世界十大先祭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咱们讲全化小说十大职业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看的排行榜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多的将会在视频中出现哦